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吉隆五間新聞 我是黃紹明 警察局第二分局偵查 對在新北市的林口區 破獲一個販毒集團 入網的兩對情侶當中 其中一名年僅25歲的女子 還懷有8個月的身孕 不但販毒還自己吸毒 令警方頻頻搖頭 瞬夜時分 大批的刑事偵查員 抵達林口住宅區外 當場控制一名準備外出的 36歲零姓男子 其實他真實的身分 是販毒集團主要的成員 由於現場門禁聲嚴 有人企圖通風報信 警方擔心打草金蛇 立即押人上樓攻堅 現場一度傳出尖叫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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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員進入現場 發現一對男女在室內 四處還散落安非他命的吸食器 和使用過的海洛因注射針筒 在現場除了有查過到 大量的針頭以外 還有這個半秤還有 還有 分裝袋 所以 經警方追查 這個 這些毒販 除了 自己試用以外 還有在台北市 新北市一帶 在夜店有在發放毒品 警方大舉搜索發現海洛因毒品大麻 及安非他命 現場兩名女子都年僅25歲 其中的一名林姓女子 已經有8個月多的身孕 即將臨盆照樣吸毒 根據警方的偵辦發現了 這個孕婦她生孕有8個多月 那她是長期有吸毒 而且經常有多筆的刑案記錄 警方根據公辭 又在台北市的新莊區 和基隆市的新一區等地 起出了更多的犯罪證物 包括各式各樣的武士刀蟹 手機 還有毒品及分裝袋 其中這一支隱藏是 外形象吊竿的拐杖刀 最為少見 警方表示暑假期間 正是青少年進入社會的旺季 許多的犯罪集團 司機蠢蠢欲動 基隆的警方 將會持續展開掃蕩 記者黃少民採訪報導